我是邱慧芳 今天我们继续接着学习 四十二十太极拳 第二十个动作 独立打虎 和二十一个动作 右分角 下面请大家 看我们将这两个动作演示一下 好 那么独立打虎 和这个右分角呢 是四十二十太极拳当中 属于难度的练习了 因为这两个动作呢 都是在独立控腿的过程当中 同时呢 它是不落下来的 跟前面的 我们做一个右蹬角 然后落地 再做左蹬角 中间有一个 衔接这样的过程 还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动作 它是连续控腿 所以说 对我们的这个 独立平衡的要求 就会更高一点了 那下面我们在 学习这个动作之前 我们还是首先 把我们的上肢动作 先给它练习一下 好 大家跟我一样 两腿分开一点 好 我们接前一个动作 左手在前 右手在后 我们匀手完了以后 有一个根部的一个动作 对 好 接着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翻手 也就是说 左手手心慢慢翻唇 朝上右手呢 朝下好像手上滚了一个球一样的 接着微微转腰 右手往前伸出去 好像成为一个铝手的动作 然后铝回来 好 慢慢 左手向后 右手向前 两个手向两侧打开 横抱 对 抱起来 那么这个动作呢 应该是两个拳眼相对 拳是拳心 左手的上面这个手的拳心朝外 下面的手 右手是拳心朝内的 那么上面的手呢 羽头 高羽头 另外的 右手在我们的胸腹之间 对 胸腹之间 拳应该在我们的左肋骨的位置上 对 拳眼相对 抱起来 不要两个手很松地打开 一定要做到拳眼相对 对 好 接着我们往下 两手相合直接放下来 做十字手 记住我们这个十字手 一定是不要太高了 低一点 好 然后我们再分手 那么在这里呢 太极拳有一个规律 如果我要是控右脚的话 那么我们在做十字手的时候 就是右手在外 如果我们要控左脚的时候 我们十字手就应该是左手在外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这个 那我们这个独立跨虎的动作 独立打虎的动作抱起来了以后 我们两个手十字手 我们下面是右分腿 所以我们就应该是右手在外 对 右手在外 然后再向两侧分出去 对 那么我们这个独立打虎的这个脚 一定是怎么起来 它跟我们正常的勾还不一样 我们是勾脚起了以后 它要往里内扣 对 往里内扣的一个动作 扣起来 对 对 也一定要扣起来 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脚 不是脚心是朝外的 是朝里面的 往里面扣起来的 然后脚尖冲上 当然如果你的能力比较强的话 当然是跟脚 跟你的这个膝盖 如果能够成一个平面是最好了 但如果达不到这一点的话呢 也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脚形做对了 低一点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只有这么高 没关系 但是脚形一定要记住 我们是脚尖冲上 然后要内扣 要内扣的 那么我们后面这个动作 扣住以后的动作 一定是要收脚十字手 这两个是一起的 不能够直接就分出去了 抱住以后 抱住了以后 收脚 收回来十字手 然后再分脚出去 然后再分脚出去 手跟脚一定是协调 统一的这么一个动作 那么我们在做这两个动作的连接的时候呢 因为它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 不一定非得要将我们的两个手完全打开 当然如果要参加竞赛的话 这样做可能更加舒展大方 可是难度也就更大 这个时候我们的脚可以向两侧打开 然后再往里合抱 再往里合抱 但如果我们平时锻炼 尤其是中老年人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可以降低难度 退步出去以后 我们的脚可以向前站稳以后 慢慢提起 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也可以达到一个锻炼的效果 那这个动作呢 主要就是练我们的一个平衡能力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再把这个动作演示一遍 根部 好 我们这里啊 向后退的时候 是斜方向的 滚动 退步 手跟脚都在一个方向 记住我们尤其这个退步啊 不能够 不在一条线上啊 一定是跟你的手 是成一个 180度的一个角度 一个平面 好 然后捋回来 翘脚尖 你看前面的这个脚尖 翘起来 好 起 起腿 对 很好 好 接着把脚放下来 十字手 好 分脚 对 然后再收回来 对 那么这个动作具备一定的难度性 所以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 也不要着急 慢慢来行去渐进 把它的高度降低 练它的稳定性 好 我们今天的这堂课就到这里 健身动起来